又到了這裡啦 就是上一次來這邊要買票的時候 發現台胞證沒有帶 就在這裡 今年我希望可以順利到深圳 應該是可以啦 我這次台胞證有準備好 騎走了快二個小時 就是要早一點來 因為要辦手續什麼之類的 還是要早點來 趕車趕車 太趕了 剛剛換了票 因為沒趕上 從香港搭高鐵到深圳 全程只需要15分鐘 但因為還要過海關和安檢等程序 尤其高鐵在發車前5分鐘 就會關閉閘門 所以一定要提早到 到了深圳 肚子已經餓得呱呱叫了 還沒來得及到飯店check in 就被一家麻辣燙的香味勾引進去 吃麻辣燙 它自己就是自己拿 然後它上面 吃完之後上面會有顏色 然後就可以用這個顏色去算價錢 綠色是2元 然後藍色這種淺藍的是3元 然後這個藍色也是3元 有點像那種關東族 他們的馬鈴薯叫土豆 今天晚上住的酒店 滿讚的 超級大 你看這個前台空間巨大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還有一個造景的水池 然後外面的景色 看得到外面 它這個大廳還有黃色小鴨 太可愛了吧 然後外面的景色 造景還是滿可以的 可愛小鴨 我們現在來開箱我們在深圳住飯店的部分 我覺得跟香港真的是天差地別 太誇張了 感覺很有希爾頓那種氛圍 就是它這邊會有一個 可以讓你放東西的地方 然後電視牆這樣 然後它是採一個直立型的 所以從那邊走到這裡 需要一段時間 然後這邊有個小沙發區 可以在這邊拍拍照片 我覺得這邊非常不錯 然後上面這個也很棒 它這個設計的 我覺得它設計的是滿新穎的 飯店看起來就乾乾淨淨的 然後它是在一個大樓 然後這邊你要辦公也可以 外面的景色就偏普通 不過高樓層住起來還是爽的 夠高 它這邊還有一個展示什麼 把五星睡眠帶回家 它還賣這個枕頭 唉唷 這枕頭很酷耶 說他們本飯店是採用這個枕頭 所以如果你覺得很喜歡的話 你可以購買 我們晚上就來試試看 哇這地毯滿厚的 行李箱空間也放置得很夠 床很大耶 看起來很爽 我們今天就是住這一間 迪富酒店 我覺得還不錯耶 剛剛整個看完房間 然後外面超級多吃的 他們這邊完全不愁吃耶 餐廳超級多 到處都是吃的 一出來 滿滿的吃的 然後這裡其實是離華強北很近 華強北就是賣一些電子用品的阿 這裡是配件區 它有賣很多手機配件 手機殼那些都在這邊都有 這個交通有點恐怖阿 衝來衝去的阿 它就像我們那種電動腳踏車之類的吧 衝來衝去的滿可怕的 阿 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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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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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美海影有中却人群的欢笑声与街头 小凡的墙来像是乱步再繁华的老街 眼睛是无光失色的灯灯和人气疼疼的小吃的 音乐节奏是而加快的披荆头切 好我们现在到了深圳的老街站 然后呢它一出来就是一个商场 然后一个商场外面呢就可以买喜茶 已经喝到现在正这样了 而且很快哦你就扫码 然后大概两分钟三分钟就做完了 我们直接去上个社主就做完了 之前来的时候都超级久 现在很快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东门老街 我看小红书大家是不推这边来 因为这边是太观光客了 可是我们就是观光客 第一次还是要来一下 因为它说这边东西太观光客 卖给观光客 等一下我们就晃一下吧 因为它是骨鸡 给它尬一下 这是拍抖音吗 哇哦 很美的西雅 哇很赞耶 为了这个爸爸的公仔来吃麦当劳 好来吃一个在台湾吃不到卷饼配炸鸡 这里是直播街吗 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太吵了我们要离开这边 太熱鬧了啦 它每一家都瘋狂叫麥 台灣現在已經很早這樣叫麥了 它現在都是狂叫麥 現在到深圳人才公園 我們剛走那個萬象城 真的走得好辛苦 他們的百貨一定要這麼大就對了 走超久還沒走出來 然後一出來就是超棒業績 帶大家去看一下深圳的業績 太炫炮啦 你看這一根 雖然我們已經有去過上海的那個外灘 但是這一根也是蠻酷的 它會一直 燈會一直往上跑 整根了整根了變整根了 好像一個蛋頭 炫炮耶 哇 哇 可以看到整個景色 哇 它們會一起動 哇 哇好好看喔 接著去 啊 就超級現在我們變得非常快 我們已經回到一個有看 我們都要去看 我們在看什麼 我們都要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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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擺貨區也是很多人 然後你看這個Dior亮到一個爆炸 到底要多亮啊 超誇張的 這邊的亮全部都是它的亮 太扯了吧 給大家看一下 整個景色的感覺 然後這邊有愛瑪士 然後Dior愛瑪士Gucci 但是LV看到了 這邊 我最喜歡的品牌 這個燈太美了吧 哇塞超美的 亮到不行 大家都在拍這隻貓 現在來吃這個 木屋燒烤 聽說是他們很厲害的燒烤 看起來超好吃的 金牌羔羊肉串 它烤完之後會拿過來 看它這個是拿來保溫的 裡面有果 便離 好熱鬧啊 就是那種 宵夜場的感覺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我們又加點了 他們的金牌羊肉串 就是他們這邊的招牌 他說一根串一頭羊 我是不相信啊 日吃肉只會膩膩的 可是不會吃飽 所以我們就加點個炒米粉 然後還有台灣香草 吃起來是有點像啦 它有加孜然粉 台灣比較不會加孜然粉 還不錯 嗯 魷魚 就是魷魚 它也沒有加口口加油 對 特加小小的感覺 因為我剛才沒有電了 就沒有錄到 然後我們發現 它也有孜然粉的味道 然後沒有什麼燃燒味 味道非常的香 好啦 今天深圳的vlog就到這裡啦 簡單記錄一下這兩天一夜 感受了這座城市 是從熱鬧的滑腔貝到充滿現代感 高隆伶俐的人才公園 無處不散發著驚喜與火力 短短的旅行 雖然感受到了許多深圳的內力 但還有好多地方 沒來得及探索 真的有點不太過癢啊 不過我相信 航快就會再來發掘這座城市的更多可能 接下來會前往廣州展開旅程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分享 別忘了點讚訂閱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粉碎